近日港鐵不單工程事故醜聞前身 有消息爆料說港鐵內部有一個存在20年 多達7至8個人的炒樓黨 消息說這個炒樓黨的首腦曾經在政府做 在90年代加入當時的地鐵公司 期間提拔心腹上位 方便合作齊齊賺錢 他們早年向合作的發展商 撒取內部認救名額和特別折扣 為了備查 他們會用配偶、子女或私人公司的名義買入單位 又廉價租用內地一個商場鋪位做生意 去到近年 更加涉嫌在內地物業項目開售的抽籤裏造假 累計獲得的利益高達億元 消息說有人近日已向執法部門匿名舉報 消息還透露港鐵最近除了有高層被炒 他們的多個下屬亦被內部調查 港鐵發言人說不評論個別同事的個案 又強調公司發展的物業項目 不切內部認救 廉署都說不會評論個別事件 接到的貪污投訴 若有足夠資料會按程序依法跟進 東網記者周文黎報導 如果您會否且不是水還是在地上 西袋裡往後 尋仰威洛 頂威洛 對還是水都合居 尋仰威洛 西袋裡 此間 超帥 喎 證